6月16日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导演侯孝贤带着电影《刺客聂颖娘》主演张震、周韵现身 宣布该片成为侯岛首部在内地供应的作品 聂颖娘将于8月27日与内地观众见面 当天聂颖娘舒奇因为工作原因未能现身发布会 对于舒奇,侯孝贤赞不绝口 称舒奇就是现代的聂颖娘 她对人对事的唇语时一直没有变 从立志要当导演拍武侠片 到写剧本并最终完成《刺客聂颖娘》的拍摄 侯孝贤花了数十年的时间 凭该片夺得第68届嘎那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侯孝贤坦言得奖很难,全看评委 现场主演周韵透露 嘎那获奖这事在她这儿还闹过一个乌龙 好在是假消息 弄了一个乌龙,有人告诉我 我们没得奖,我的心里就马上就接受不了 我觉得怎么可能 聂颖娘的故事发生在安时之乱之后 聂颖娘十岁被盗孤训练成杀手 让大学成后被送回刺杀其表兄 导演以及主演张震、周韵都表示 希望观众能平心静气地观看 张震更提出,看的时候就要相信自己 没有那么难懂 就是一个感受的一个世界 我觉得你带着杂面 你扔掉杂面去感受这个电影 你一定会看多 而且你一定会感受到特别很丰富的那种事情 我觉得此刻电影一样是一个无失如化的电影 你不用管看,看不懂 觉得基本上没有东西是不懂的 只要相信你自己 回归你自己 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夜市的情报中心,上海报道 在这里的情报中心,上海报道